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视频中 下一期视频的嘉宾了 欢迎大家 妈妈我上电视了 我之前北外有一个来留学的日本朋友 然后她回去日本之后 因为她是来交换留学的 然后她回去之后就帮我问了一下她周围的日本朋友 想来中国留学的日本朋友 想要看一些什么关于中国大学的视频 然后那个时候很多日本同学们回答的是想看一些大学里的活动 就是中国大学里的活动 因为疫情之后就很少有大学里的活动了嘛 有很少大家可以聚集的活动 做核算算是一个活动 虽然没有可认识性 然后 其实那个时候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 这不快到中秋节了吗 那不给大家看一看中国大学的月饼什么的 大家 大家大家的大学都会有自己的月饼的logo吗 因为我之前在本科的时候 她每年都会给我们 给学生们发一个 带北外logo的那个月饼 对然后当时就是我本科的时候 第一次看到这种带学校logo的月饼 然后其实也是第一次吃月饼吧 然后就感觉反正很可爱是不是 高级感 然后我就想那如果买一些 买一些北大的月饼做一期视频 是不是还挺新盈的呢 然后就买了一些北大月饼 实际上是抢了一些北大月饼 因为北大的月饼每年都特别热熟 不好买 不好买 抢到了 然后就抢到了北大的月饼 但是没想到 中秋节够了 但是这个 这个 哎呀 大家准备好了吗 这个是 学院给我们每个人发的 一人一个的 北大logo的月饼 我觉得是特别可爱 小女生的心 心动 我们大学都没有月饼 真的吗 我们大学就是石堂的阿姨 像大饼一样 然后变着五人 那你们学校不会有学校弄过吗 没有 不硬 就是硬的五人 那种月饼 很土很放 然后学校可能一年也会给你一两个 就是一咬就掉渣 那个月饼 吃到肚子里是50% 那个渣掉在桌子上是50% 然后掉完之后还得把那个渣滑到手里 然后就快吃点 然后我们之前本科的时候发的也都是五人的月饼 比较有钱的学校才会这样 然后当时是学院发的时候有七种口味 里面两种是带颜色的 其他 其他都是那种 透明的吗 不是不是不是 那种大家了解的月饼颜色 那是什么颜色呢 咖啡色 咖啡色果然不光我一个人是瘦弱 你也是瘦弱 然后我当时就正好报到的时候去的比较早 越外紧是吧 拿到了一个大颜色的 哇 绿豆融五花果月饼 什么 绿豆融五花果月饼 绿豆融五花果月饼 绿豆和五花果 绿豆融五花果月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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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三百了开吃吧 吃播 ではいただきます 选一下从哪一个开始吃 给大家吃月饼 云驰 云驰 粉驰先吃 粉驰先吃 那您您从上面念一下吧 哎这个任务交给你吧 你念一下吧 这个 黑色的是蛋黄松松 你猜猜它是什么味的 松松是什么 你猜嘛 松蓉有这个东西吗 松蓉是什么 那这是蛋黄 蛋黄松松什么意思呢 松松 中文练习嘛 来吧 松松里面还会 松松是个东西吗 嗯 你猜一猜 松蓉是不是蘑菇 嗯 是蘑菇 松松 别看提示 别看打开提示 肉松 真的吗 你举的累呢 你这样 哎给直播看一个 给视频看一个 然后给我看 然后你再猜 好 好第一个是什么现在呢 一号链接 好大家请拍 一号链接用下手 第二个是 然后再给视频看一下 然后再给Lisa看一下 啊 牛乳百香 可以可以可以 把Lisa上一个连结 白给啊白给 白给 又下手白给 我再给视频看一下 然后我自己看一下 就不给Lisa看了 我严重怀疑你在水直播市场 啊 这有点紧张 红豆 一米 嗯 这个这个没有难度 就他知道 这个我知道 因为我有段时间喝一米粥来着 灭霸仙儿 哈哈哈 大家准备好 给大家看一下 芝士培根 我是第一次看的 我都没听过 啊真的吗 嗯 但我觉得这个是 全场颜值最高的 next 蛋黄流星 嗯在这什么下 就流出来的蛋黄 谁干的 流星是一个东西 哈哈哈 你看 真的 嘿嘿 这个这个是第二颜值 而且粉色的都好看 哈哈 哈哈 讲 讲 讲 哉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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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你就是唇就应扁了 你这真是 真是大家看不出这个什么字 你就在用扁了 没有人告诉我吗 我有点累了 我今天没怎么说话 给他紧张完了 你看他脸都红了 是 疯狂出汗 北方人都是一整个月饼 直接啃事 没错 好贵呀 帮我买一个挺直哈哈贵死 干了们兄弟们 有点远 给你接水 Next 芝士培根 因为今天不吃的话 感觉明天吃就太晚了 是不是 是 日子的感觉 这红色看着挺有食欲 是吧 这个利桑先吃一股吧 来一股吧 求求你 你要吃咸月饼不如傻了 为什么呀 求求你 这边也喂一下 怎么一口月饼喂两口呢 喂两个地方呢 我想喝口水 你吃带蟹的 带蟹的 嗯 带蟹的 这不是711的那个香肠啊 真的吗 真的 有闻那个面包 热狗面包的味儿 嗯 真的是有点 小油的热狗面包 那个味道 再面一点的感觉 嗯 披萨馅的面包 嗯嗯 然后把它用面 给它裹到了一起 月饼的口感 它里面有培根 对呀 它是芝士培根嘛 哦对 我吃过我也是北大的 你觉得好吃吗 你再挑一两个拆吧 嗯 就别逗拆了啊 这两个 这其实那天也有卖散装的 然后散装的话就这个味道全卖完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肯定 能期待一下 你有没有考虑可能是单纯的因为 北大抢月饼的可能女生偏多 女生多喜欢这个颜色 是把好看的买走 然后排这儿然后发小红 很有可能 因为我代表那种女生 排月饼真的排哭了 一直排到食堂外面 对对 哦 哇 它有点 粉中带绿 发霉了 哦 这个比那个 那个芝士培根更软 切的感觉 哦 好看 行きます 你尝一尝 有一种抹茶牛奶 牛奶多一点的味道 能明白吗 有一点点柠檬味 难怪它抢的最狠 哦 越嚼越有味道 耐雪的茶那个茉莉奶绿那个味 我得告诉大家什么味道 然后我们都得用已有的产品去形容什么 全糖的茉莉奶绿 嗯 嗯是的 我还想再来一口 嗯 嗯 胶原的很好吃 我还是胶原的 吃一杯乌龙茶 有 你怎么知道 太有了 你怎么知道我旁边有一个大的乌龙茶 今天三分打折 第二分半价我就买了两个 想念立桑男爷我就在旁边 你要不过来 这个月饼立桑打几分 啊 这个月饼啊 嗯 刚才那个 哎呀 你要说打分我就不困了 嗯 刚才那个 711的那个面包打个四分吧 然后 这个 这个粉色的这个 这个 那酒的茶这个奶绿 嗯 那打个七分吧 它除了有一点点甜 没有其他缺点 那打个七分吧 嗯 立桑中文真好 谢谢 谢谢你 谢谢你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中文就这么好 还会讲两遍东北话 不 正常的月饼没有这么特别的甜 我小时候吃的 吃的那种月饼都是那种掉渣的 就你就那种咖啡色的 嗯 酥酥的 就也不是特别酥 就是外面是那种皮的 就是 它这不是酥的 它也油 它没有这么甜 它里面都是味的 怎么了 用打开了一个蛋黄流心 我都不用肠 家人们 跟那个 蛋黄派对的那个蛋黄酥 是一模一样的 一会儿的 哦 我知道了 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就是那个圆圆的那个 丹丹丹丹丹丹的日语成果 我的日语只停留在单词 嗯 我之前我高中有一个朋友去台湾留学了 然后他特别喜欢蛋黄流心的乐饼 让我想起了他 敢想 让我想起了他 你用会韩语吗 会会会讲两句 嗯 一点点 嗯 嗯 但是但是 我本科的时候 周围都是韩国留学上 然后当时就是 他们六个人 带着我一个人 玩 然后他们都说韩语嘛 那有时候 我问什么的时候 会有一个人帮我翻译 然后就听他们说 什么时候把立项 拐到日本 强化 两个月 日语啥的 对我觉得 嗯 他现在因为每天工作的话 也没有什么时间学习了 但一旦 进入环境的话 收收收收 啊哈哈 卷我 卷我 我是 那个叫什么来着 代设好 我比他年轻 代设好 代谢 代谢好 真尴尬 你用小时候是胖的那种 还是不胖的那种 一看就不是老粉 为什么 为什么读 读谁的留言 我都能读出一股 多美味 读谁的 好 感谢观看